感谢观看 爱情是风花雪月的理想主义 需要的是浪漫与激情 婚姻是柴米油盐的现实主义 需要的是真诚与信任 当然 婚姻里的真诚与信任 并不是说从成为夫妻的那一刻才需要 而是从谈婚论嫁的那一刻 就要足够坦诚 这才是对待婚姻应该有的态度 然而 生活中却有一些人分不清主次 将结婚当成目的 只要是最后能够结成婚 不惜在这个过程里使用伎俩 甚至通过欺骗的手段 而这种婚姻又怎么可能真正幸福和长久 要知道 并不是结成了婚姻 这段婚姻就能够牢不可破 而是 先有了真诚与信任 有了彼此的尊重与坦诚 才能让婚姻牢不可破 只有从一开始就坦然相待 婚姻才有可能圆满 然而 一旦在最初就有了算计之心 为了结婚而使用小伎俩 那么这种真诚的缺失 会毁掉婚姻中该有的信任 婚姻终将岌岌可危 就拿谈婚论嫁时彼此的要求来讲 如果对对方提出的条件觉得不合理 那就该直接坦诚地讨论 而不是在背后花心思在小伎俩上 而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已经答应了对方的条件 那就应该去认真执行 之所以会有以上这样的感慨 也是源于一位读者的讲述 主人公是这位读者的闺蜜 这个闺蜜在结婚当天 因为事先说好的改口费 变成了一个空红包 而不惜叫停婚礼 当场和新郎一家翻脸 好好的一段姻缘 就此在一场旁人眼中的闹剧里 走到了结局 而要说清这里面的是非对错 我们就要从头说起 这个闺蜜大家都叫她小田 她和她的男友是在大学快毕业时 开始的恋爱 谈了有三年多 后来两个人的工作稳定之后 自然而然开始了谈婚论嫁的事宜 而谈婚论嫁的过程中 自然会关系到很多事情 例如婚房 彩礼 婚期等 在这个过程里 两家人难免都会有一些利益上的考虑 因此出现一些分歧 在所难免 具体在这个过程里 谁退谁让的多 谁退谁让的少 我们没必要去纠结 只说最终定下的结果 房子方面由男方购买和装修 房贷小夫妻自己负责 女方陪价一辆二十万左右的车 彩礼方面降到十一万 其他小方面也有详细的约定 以上这些是否合理 或许是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但既然定下来了 就没必要再纠结 谁亏谁赚 只需要按照已经接受的约定 旅行就行了 更何况对于这两家人来讲 虽然说都不是多么富贵的人家 但各方面其实都还不错 这些约定并没有到哪一方 接受不了的程度 就这样 两家人很快就为结婚的事情忙了起来 男方一家买好婚房装修也陆续完成 眼看婚期越来越近 女方也早早地把车子的承诺提前履行了 但男方在彩礼方面却始终没有动静 最后在小田的不断埋怨下 男方终于表态 说他们在装修时超过了预算 因此只能付九万元彩礼 希望女方谅解 小田本人对此虽然有一些不满 但小田的父母觉得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没必要再纠结于彩礼的问题上 因此也就接受了 而紧接着就是婚礼的细节问题 两家人又坐到了一起 讨论结婚当天的具体安排 对于婚礼的细节 两家人倒是没有太多的分歧 一切都根据当地的习惯按部就班 只是在婚礼的改口环节上 小田提出 也要和一些朋友结婚时一样 有一个万元的改口红包 寓意是万里挑一 虽然显得有些虚荣 但没有也怕别人笑话 对此 南方一家一开始觉得没必要 委婉地劝说小田 这不过是一个形式 何必去追求这些表面的东西 但小田却很是在意这点 觉得结一次婚 一切都想随自己的心愿 最后南方也在当场 答应了小田的要求 很快 结婚的日子便到了 从一早开始 两家人忙忙碌碌 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 婚礼也都按计划 走着流程 转眼就到了 请上新娘新郎 双方父母上台的改口环节 而就在新娘小田 喊过爸妈 公婆高兴地答应后 婆婆就快速递给了 新娘小田一个红包 小田双手接过来的那一刻 就觉得不对 凭手感就知道 里面应该是空的 这时候 婆婆看小田的表情 有了变化 就小声地对新娘小田说 你放心 隔着这么远 没别人能知道是空的 就算看着不对 也会觉得是卡 你不跟别人说 就不会有人知道 新娘小田听了婆婆的话 顿时有一股怒气 直往脑子里冲 语气非常冷地对婆婆说 是不是我一分钱没拿到 还要给您鼓掌 夸您机智 婆婆万万没想到 小田会说出这样一句 这完全是对自己 没有丝毫的尊重 但碍于婚礼现场 不好发怒 便又小声对新娘小田说 这就一过程 没必要争给钱 你可别因为这是胡闹 别忘了这是什么场合 你再胡闹 不怕丢人吗 婆婆的话 小田越听 越像是在威胁自己 内心的气氛 越来越难以压制 最后直接冲动地 把空红包丢在了地上 大声地质问婆婆 当初明明说好了的事情 你们怎么可以出尔反尔 你这不是在糊弄别人 明明就是在糊弄我 你都不怕丢人 我怕什么 这时 见状不妙的新郎 忙拉住新娘小田 一脸埋怨地指责说道 结婚的日子 你瞎胡闹什么 本来就是一个过程 你非要起高挑 你不觉得你家 已经赚不少了吗 结婚这世上 你家本来就没 我家花的钱多 小田见这个 和自己结婚的男人 也这么说 便觉得心寒 显然 新郎一早就知道这件事 于是新娘小田 没有再和这一家人 多说什么 当场直接跟婚庆的司仪说 自己不结了 婚礼就此取消 之后直接带娘家人 离开了酒店 留下南方一家 面对接下来的场面 一场婚礼 就这样成了一场闹局 在场的冰棚 用各种眼神 审视着南方一家 纷纷窃窃私语了起来 有人觉得新娘太能胡闹 也有一些听明白了 阴游的人 觉得南方做得不地道 在婚礼之后 朋友再问起 小田当天的情况之时 小田说 自己当时确实冲动了一些 但自己的行为和决定 他不后悔 一个出尔反尔 不遵守承诺的男人 不能嫁 同样的 如果一个家庭 也不遵守承诺 甚至去欺骗 这样的人家不嫁 对于新娘小田 在婚礼当天的表现 或许有很多人 看不顺眼 觉得这个女人 不分轻重 不分场合 甚至会觉得 她的要求 本来就过分 因此不值得原谅 其实 如今的婚族里 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这一点 我不否认 但就小田的事情来说 我觉得 既然南方答应了 那就不能说是过分 如果南方不愿意接受 就应该在一开始提出 而不是为了完成结婚 而去违背自己答应过的事 试想 如果小田这一刻隐忍了 和对方步入了婚姻 这一次的教训 也一定会成为 他心中的一根刺 让他不会去信任对方 再不会信任这份感情 和这段婚姻 而男人 而男人一家得逞了一次 以后有很大的可能 会继续肆无忌惮 正如我在一开始说的那样 婚姻需要真诚 坦然 诚信 只有具备了这些 婚姻才会有一个稳固的基石 否则 即便走到了一起 共同生活 未来的婚姻 总会有坍塌的一天 可 希望每一个面临婚姻之事的男女 以及双方的父母 能够从始至终 多一份坦诚 这才是对这段婚姻 最好的祝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